乌克兰利用美国支援巡逻艇重建海军以期加入北约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日 乌克兰奥德萨 乌克兰为美国移交的两艘岛级巡逻艇举行仪式 岛级巡逻艇加入了乌克兰海军 据美国战略之夜网站12月13日报道 11月底 乌克兰接收了两艘原美国海岸警卫队岛级巡逻艇 第一批的两艘于2019年到乌克兰 第五艘是后来添加到协议中的 因为乌克兰方面对第一批的两艘巡逻艇性能很满意 因而要求增加供应 并提出为其提供更多武器 报道称 这些快艇是158吨级的海岸巡逻艇 也可以在更远的攻海上行驶 但不适合远洋航行 出于这个原因 这些岛级巡逻艇是通过一艘更大的货船运送的 美国则集中精力帮其重建海岸警卫队 还提供了16艘更小型的巡逻船 乌克兰有意利用从北约国家获得的船只重建其海军 据报道 长34米的岛级巡逻艇有16名船员 最高时速53公里 巡逻艇配备有一门25毫米口径火炮和两挺12.7毫米口径机枪 这些巡逻艇的续航时间为5天 报道称 岛级巡逻艇共建造了49艘 他们的设计基于一艘同类型的英国舰船 另外11艘被作为对外援助提供给了乌克兰 格鲁吉亚 巴基斯坦和哥斯达里加 另外2艘被拆除武装后卖给了海洋守护者协会 作为对外援助移交的巡逻艇进行了整修 艇上的第一批人员在美国接受训练 和责任 与众